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帮人被缴交医疗费用 做法也是一样 必须由赠宇人将款项直接交到医生或者医院的手中 不能先送钱给病人 然后由病人交到医院或者医生的手中 明白了这个特别的税例 就可以更有效利用赠宇 去减低将来可能要付遗产税的资产 我是林修萌 下次再在理財跟短分鐘見面